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小正老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吊性 那我相信大家在練習 樂器的時候常常對於雲杰其實很常搞混 而且通常就覺得很煩 為什麼要這麼多升降記號會煩死 好那基本上呢右邊呢 你先看一下右邊的話是升的記號 那左邊的是降的記號 那我們今天要用一分鐘的比較快速的方式 教大家怎麼樣去背升的音階 那降的話我們就留到下一集我們再來講 那我們先看一下右邊這一半段 其實啊 升降教這個譜啊 其實在漸譜上其實是不能這樣子寫的 因為升降教其實在譜 漸譜上應該說 漸譜上其實都是用手調的寫法來記載這份譜的 就是它應該全部都是Do,Re,Me,Fa,So,La,C,Do 這條歌就是這樣 那它可能只是轉調用什麼音當作Do 或者是用什麼音當作Do 可能用Re當作Do 或者是用La當作Do 那它們轉調的原理是這樣 那我們只是把所有的調改成原本的薩斯芳的降記調字吧來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上面的這個調 右邊呢它有一個升發 然後第二行呢叫做升發Do 右邊第三個呢是升發Do So 然後有升發Do So,Re 那內一圈這個呢 內一圈的就是它的要升的音 外一圈的就是它開始要出發的聲音 就是它從這個音開始出現的聲音 好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升降記號其實有一個特性 我們如果去背發 然後如果是背 第二行就是發Do 那它會有一個順序有 發發Do 發Do So 發Do So,Re 發Do So,Re La 那我們常常聽過 發Do So,Re La,Mi,C 其實它是一個整理過後的一個資料 那Do,Re,Me,Fa,So,La,C 都其實它在中間這個行走的過程中 Do,Re跟Re,Me的距離都是 中間的距離是一個全音 那Mi,Fa中間 因為鋼琴中間沒黑鍵 所以我們知道 Mi,Fa它是比較近 它是半音 還有C都是半音 OK 好 那我們常練的這個So開始這個調了 So,La,C Do,Re,Mi,Fa,So 這個發會升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有沒有發現 Do,Re,Mi,Fa,So,La,C 這個C是因為這個C跟Do差半音 那從So開始呢 這個升的音啊 通常都是第七個音 因為這個第七個音 大家有沒有發現 第七個音那個Fa要升 因為呢 Fa跟So要差半音 那怎麼辦 我們就讓那個 升Fa跟So差半音的話 就是讓它直接升Fa的話 它就會差半音 那升的這個音 因為第七個音跟第八個音 第七個音有個名字叫做導音 那導音的話 它希望跟最後一個音差半音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升Fa跟So差半音 那它原本是沒差半音的話 所以這個調呢 所以這個升的音啊 通常都是在第七個音上 因為它要跟第八個音 差半音 那大家看一下第二行 第二行那個 Re,Mi,Fa,So,La,C,Do,Re 那個Do已經升了 就是這個要升Fa跟升Do 大家有沒有發現 第七個音是Do對不對 那這個Do又跟第八個音 這個Re要差半音怎麼辦 就是又讓這個Do又升 所以呢 它升的那個Fa,Do,So,Re,La,Me,C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如果是念Fa的話 它就代表它是這個調裡面的第七個音 那第七個音的話 那這個我們這個調從哪個開始 就是從So開始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第二行這個Re,Mi,Fa,So,La,C,Do,Re 那個這個Do又要升 所以如果這個調如果是升Fa,Do的話 代表這個Do是第七個音 第七個音的話就是 就是開始的音的話 就是第八個音就是Re 就是我們直接讓這個Do加上一個E 所以我上面會標記了一個 加E的這個數字在這上面 代表說 哦,我升Fa,Do 那我是不是要從哪個音開始 從Re開始 好,那第三行呢 La,C,Do,Re,Mi,Fa,So,La 那個 我們這個調我們所謂升A大調 A大調要升什麼音 升Fa,Do,So 那這個So是第七個音的話 第八個音就是La 所以我在那個La上面就會寫一個升 這個調要最後一個音是升手 所以升手再加上一個音 就是從La開始這個調 好,那Fa,Do,So,Re 那第四個呢就是升 Re嘛 第四個Fa,Do,So,Re 那第七個音如果是Re的話 第八個音就是Mi OK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你唸的Fa,Do,So,Re,La,Mi,C 最後一個升的音 再加一個音 就是我們出發的聲音 因為我們剛剛唸的最後一個音 就是這個調的第七個音 所以第七個音呢 跟第八個音要差半音 因為第七個音是導音 OK 好 那不知道有沒有幫助到大家 背到這個調性的方法 所以 我們常常講Fa,Do,So,Re 你只要唸到最後一個音 最後一個音呢 再加上這個音 再加上再往上推一個音的話 就是它要起始的這個調 OK 好 那如果呢 對於你被音階 如果有很大的幫助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用閉上眼睛 就是記得左邊的這個 升降記號之後的 記得升降 應該是說升的記號之後的 你就可以推得出來 我現在要從這個音開始 要升什麼音 但是你最基礎的那個Fa,Do,So,Re,La,Mi,C 要唸得很熟 要唸得很熟 不然你可能 連這個升降記號的這個聲音 都忘記的話 就沒有辦法開始了 好 那你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大家幫我分享 給你身邊所有全上之風的朋友 那希望這個圖呢 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